大家好,我是去聊西游 大战红孩儿一集中 小妖们推的火轮车很拉风 每次红孩儿出厂的时候 这些火轮车都会先行开到 排场很大 那你知道这些小车是怎样制作的吗 这些车先是由道具式画图纸设计 然后再进行制作 小妖们推的火轮车车身部分是铁座的 而轮子则是用电影厂存储胶片的盒子 进行旧物改造 在上面凿了眼以后安装在推车上 大战红孩儿的拍摄工作十分紧张 道具组为了赶时间 一般都是夜里加班加点 把剧中要使用的道具做出来 白天送到剧组拍摄使用 因为凿火轮眼儿的动力比较大 经常会在大半夜引起围观 这些人不明白一帮人 大半夜在马路边凿这些东西 到底是干什么用 剧中还有一场火轮车起火的戏 那这些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原来是道具组提前把带有凝固汽油的棉花 塞在火轮凿的眼里 这样等点火以后会烧的时间特别长 基本上能保证拍摄时间